冬奥开幕了 这些元素你看懂了吗 有人拿今天的开幕式和08年的相比 可以说08年的开幕式不可复制 今天的开幕式听我跟你说 大家春节好啊 这次的开幕式啊 还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 导过两次奥运开幕式的人 从视觉上来看 本次开幕式啊有几大特点 导演这次引入的 中国冬季文化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他意想不到的点火方式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审美的方向偏向于雅俗共赏 既有东方人的文化底蕴 又有新时代的一种表达 我感觉08年的开幕式 有一种史诗感 今天的开幕式呢 是一种诗词感 08年是让世界重新审视 中国的一个机会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啊当时的开幕 是一个很具重量的开始 包括我们印象深刻的千人击否 而这种团体操的方式 到今天已经慢慢过去 冬奥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 中国人独有的 对于冰雪运动的一种浪漫的理解 08年到现在 短短14年不到 中国人的心态有很大的变化 08年的开幕式展现的线索 是四大发明 表达的比较通俗 感觉有点怕外空人看不懂 今年展示的是一种 中国艺术相对深奥的一些范畴 比如水墨 因为我本人就是画水墨的 这个在西方人看来呀 是很难懂的 首先水墨的变化非常丰富 它根据空气的湿度 纸张的特点和画家画画时 当时心情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画法呢 来源于中国人道法自然 与世界和谐共处的一种思想 这个在油画里是没有的 西方绘画最高的评价标准 是典型形象 中国艺术不管是戏曲音乐美术 它的最高评价标准是意境 而意境也是中国诗词的审美标准 这也正是我认为 08年的开幕式是史诗 而今年的开幕式 有一种诗词感的原因 而且现在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 把中国艺术的精华 深奥的东西也可以带给世界 那理解不理解 就请各位国际有人 多多学习中国的文化了 在过去水墨的效果只有在宣纸上 才能体现出这种魅力 今天的开幕式 我们利用了数字科技的方式 将水墨和冰雪 进行了巧妙的契合和连接 这个让我这个水墨画的作者 也感觉意想不到 08年的奥运会 张艺谋为了特效 去美国MIT考察 当时这个专业还叫新媒体 在08年的开幕式上 实际上我们是购买了 很多外国的技术服务的 在表现宣纸方面 更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这次以我对中国视觉数字科技的了解 特效的制作应该是一群90后00后 他们完全可以不依靠国外的技术 而且做的应该比国外的不差 甚至更好 从配色来说 这次开幕式对颜色的利用 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 首先冬奥会一定是冷基调为主 那才有冰雪的感觉 但是咱们中国人遇到节日 遇到喜事 那一定得是红色的感觉多一些 所以开幕式我们看 主灯都是冷调 就是为了表现一种冰雪的这种氛围 甚至为了丰富的变化 出现了紫色和玫瑰红 这两个颜色非常难把控 搞不好就特别艳俗 洛可可就是因为很多作品 因为它们的紫色和玫瑰红的用法 非常俗气 被后世诟病到今天 鸟巢的紫色和玫瑰红 总体来说 还是在蓝色的基调上进行的变化 所以表达的比较整体 并不突兀 而且这种冷色背景下 身着红色暖色的人群 更让人感觉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体育运动的活力 那么本次开幕式的亮点有很多 大家感觉还有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冰雪剑儿 取得好成绩 我们可以开始